今天我们采访到了叛逆者中饰演沉默群的王阳 大家一定想知道王阳是怎么看待沉默群这个角色的吧 一起来问问吧 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沉默群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动物 猜狼 你觉得沉默群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点是什么 如果他穿越到轻功剧你觉得他可以活到第几集 他有野心 三级 沉默群的情商不高 因为他不是摸鱼王 摸鱼王整天插颗打混的骨子里面他什么都明白 这样的人可以在轻功剧里面工作剧里面活很久很久 因为他太深谙怎么去跟其他人接触的这个技能 但是沉默群因为他觉得自己优于任何人 他觉得你们在我眼里面其实都是尘埃 或者是我都是在俯视你 对于这种人你在宫里面能待着吗 分分钟别人弄死你 整部剧拍摄下来你觉得哪一场戏是让你觉得演的最爽的 跟一龙演的林安生 我从日本的这个76号被放出来之后 去约着一龙见面让他接我 我说我被出卖了 然后这个王世安派人杀我 我们两个在后巷他追我 追逐到之后我突然跑到一个弄堂里面 他拿枪指着我拿枪指着他那场戏 沉默群从那一刻他走上了不归路 你知道剧里需要穿水手服时有什么心理活动 穿上的一瞬间有没有觉得自己还挺可爱的 很突兀 因为跟前期的沉默群 前面都是两件套三件套双排扣这种 你突然来一个这个水手服 我当时穿上我也很想笑 觉得造型上自己可以接受最大的尺度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我拍过一个林和平老师的一个剧本 叫血色恋情 我在里边最大的尺度是穿着二人转的女生角色的衣服 画着油彩妆 然后也都这样的反正是拍了一大场 因为那场戏是要诱惑敌人 所以我要扮男扮女装 这还放了两个馒头在里面 真的就是哪怕夸张一点 但没办法 那戏里面人就是这样的桥段安排 有粉丝说沉默群是复兴说傲娇大小姐 那次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粉丝的 沉默群确实是挺傲娇的 这个是我赋予这个角色很鲜明的一个特质 如果让沉默群和剧中另一位角色互换灵魂 你觉得他会想和谁换 换了之后他会做什么 我想想互换灵魂我们的戏剧 我肯定不跟互换杨换 太辛苦了 摸鱼王吧 我觉得这个跟他换挺好的 活得非常明白 虽然前期挺憋血的 但是牙字必爆 该找回来的一定他要找回来 平衡沉默群爪王蜂的语气 给大家安利一下判灵者 看着这部戏 你必须看 不看得了 也会被我看出 晴天还是雨天 雨天 喜剧片还是闻雨天 西装还是运动服 西装 榴莲还是螺丝粉 榴莲 菜桌上绝不会出现的一个菜是什么 红烧茄子 有没有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身材的习惯 那不叫欣赏 欣赏太自恋了 分享一下最近在清的一首歌 四季 用一个词形容一下沉默群和林南生的关系 第一人 对于一直守候在王阳身边的你们 我除了想说感谢 更重要的是感恩